那我们当快速讲一下 这个文字的资料清理工作 举例来说最常遇到的文字清理工作 就是像那个东区北区中区南区 请问一下台中有北区 台南有北区 基隆有北区 还有哪里有北区 新竹有北区 就是我上次只讲了这三个 他说老师你不要忽略了 新竹有北区 因为我后面有一句话讲的是 日本有北区 大陆有北区 请问当你今天要画北区 这个地图的点 到底要标在哪里 是台湾的哪一个县市 还是日本还是大陆 可以了解 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建议是把北区 北区怎么样 增加增加县市 好 例如说台中市东区 台南市 对不起 应该是台南市东区 台南市 台中市东区 台南市东区 基隆市 什么东区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真的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会把行政区 跟相识证合并起来 那当然 如果说你算 因为台北捷径公司 我们没有那个行政区 重复的问题 所以也许你会觉得说 这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 但是请你们不要忽略了 将来我们有机会 其实是 是要把自己的资料整理好 自己的资料整理好 然后可以卖钱 卖给谁 卖给有兴趣来算这些资料的人 所以建议各位 应该在做资料的时候 做出来 像例如说 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行政区 哪一个县市行政区 好 这样子做资料会比较好 再来 天文记住一件事 这个地理上面 画得出来 画不出来 台中市东区 画不出来的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那怎么解这个问题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这个县市啊 加上行政区合并在一起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以前你们都写程式嘛 对不对 其实它提供 Power BI 它提供了一套 就是直接选到两栏 合并 你就做完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以前我很辛苦 都要先教韩式 后来发现 Power Query 编辑器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好 所以我想这点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 台中市东区啊 跟这个 这个台中市东区 我们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就要把它换成大写的摊 它一样找不到 好 所以地图上找不到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个桃园市升格 六都本来只有二都嘛 就是台北市高雄市 可是从民国一百年 甚至桃园市 2014年才升格为桃园市 那以前的桃园区跟2014年7月以后 2014年12月25号以后的桃园区是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特别提醒你这件事情 像例如说以前八德市 现在我们要叫八德区 大西镇我们要叫大西区 平正市我们要叫平正区 龙潭乡我们要叫龙潭区 其实在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说会使用取代的话 那你就把什么取代 把什么字取代成什么字 可是我要特别特别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现在要特别记住 如果你把正取代 正市正乡取代为区的话 那你会遇到一个小问题 就是平正市就会变成什么 平区区 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我相信你也很容易去做修改 那再过来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 有些资料在读入的时候 他明明是数字 结果他用文字来去读 为了要保障所有资料 保障所有资料都被读入进来 所以他就先用文字来去读 可是读入进来之后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数值 才能够做四则运算 这件事情一定要了解 所以呢 所以可能会有一件事情 他认为你全部都是文字的情况之下 是没有标题 所以你必须要把整个标题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真实的标题列 真实的标题列 不然你也不知道Column 1 Column 2 这些名称是什么 意识 好 所以把它从Column 1变成乡镇市区 Column 2 Column 2是这一个 变成交易标的 Column 3变成土地区段 这个土地区段 这也是资料清理 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刚刚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当他为了要把所有资料 都全部有效的读入 这个时候 他会把每一个栏位 都预设为文字 请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这个 这个车位移转总面积 平方公尺 这边这些 因为是面积 平方公尺 理论上里面真的有可能 都是数字 但是就是会有人很习惯 这里面会打出一些符号 那这时候 如果我把它 把这一栏视为是文字 我可以全部都补入进来 如果我把这一栏 已经定义为是数字 因为它是面积 面积当然是数字 这个时候会把那些文字 变成AERO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有些软体 它会逆设 这个数字 来用成文字 其实你要知道它的原因 但是 我们还是要手动 把它调整 变成真实的 数字形态 比如说面积 你看面积 这边是不是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就代表是文字 文字你就只能计算次数 你就不能做 做什么 例如说王小明 加李大华 等于多少 你就不能算这种 适者运算了 因为它都是文字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当你 汇入进来什么 单价 圆平方公尺之后 你必须要把它转换成数字 这种类型 不是文字 你看这种 全部都靠左对齐 对不对 靠左对齐的两号 就是文字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 就是民国日期 转换成西元日期 毕竟 帕尔迪安 它是什么 美国人写的软体 请问他知道 民国101年等于 西元1912年吗 102年等于什么 2013年 你觉得美国人 他会知道这件事吗 所以他就把那个 101年1月18号 变成什么 不懂的东西 他不会把它当日期而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把它当什么处理 101斜线1 斜线18 这个东西 他会把它当作是 日期 文字 数字 处理 他会把它变成 文字 因为他不会处理 虽然读入进来 确保他正确 确保他都读入进来 但他不正确 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民国日期 转为西元日期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是你们 就是我们所有 很多人习惯 在key资料进去的时候 都key民国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少扣 少批 少输入 一码到两码 你们觉得对不对 再来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 就是公家机关 他给的是什么 单价元平方公尺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单价元平方公尺 好 像例如说 这边 这一间房子 好 他的单价元平方公尺 是六万七 六万六千九 我们就当做是六万七 元平方公尺 那可是 你想要问的是什么 到底一平多少钱 对不对 那你早就已经忘记 一平方公尺 等于0.3025平了 所以经过这个转换 原来这个 这个单价 一平是22万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知道的是 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共同的语言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数字 再经过一个转换 变成衍生的资料 这个时候就会有新增资料行 这也是资料清理 里面的市区